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去除油污的功效 对于消毒和杀菌的效果并不理想 也不建议使用湿纸巾 因为当中多含有防腐剂 用湿纸巾擦手之后 再用手去取食物吃 会把有害物质吃到胃肠道里头 造成健康的引油 其实以流动水加肥皂 清洗双手至少15秒 是最理想的清洗方式 肥皂虽然没有直接消毒杀菌的功效 但是可以彻底带走肌肤和指甲沟槽的污垢 肥皂的成分比较简单 不良的反应比较少 因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肥皂是洗手的最佳选择 用肥皂洗手20秒有助于防疫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这样洗手才干净 掌队掌搓揉 手掌盖手背 食指交叉搓揉 换手重复 掌队掌食指交叉搓揉 换手重复 食指相扣 只背在手掌上搓揉 抓住拇指 旋转搓揉拇指和弧口 换手重复 手指在掌上搓揉 换手重复 医生也建议清洗手腕 食为估算 完成所有步骤需要40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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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